西蒙共同领袖安华今天在面子书装贴了文告 指他因印尼前总统哈比比的邀请 前往雅加达出席印尼Reformacy改革运动20周年活动 他表示1998年对两国来说是神圣的一年 印尼当年实现了政权轮替 国国也在当年9月2号开始反击国政的腐败政权 20年后成功推翻国政 安华相信这一次与哈比比的会面 能够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 另外今天没有会见媒体和其他人的首相马哈迪 亲自开车寻视了解巴胜古一带的情况 陪同首相出巡的政治部落客 在推特上载了一段马哈迪亲自开车的画面 影片中可以看见首相大人看着宝藤将像 专注前方的路况 推文也写道希望上仓继续保佑这位政治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